前幾天星期二10月26日 康泰旅行社說暫時會以最小化成本營運 保留實力直至到全面通關為止 誰知道不夠三天 康泰旅行社的母公司 凱撒同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發了一個公告環 由於康泰是資不抵債 所以通過體動自動清本程序 同時董事都授權了管理層 處理康泰旅行社破產的清算相關事宜 公告環康泰的業務 主要是遍及粵港澳地區 營利能力受到疫情影響減得非常之勢力 目前已經不能償還到到期的債務 也明顯是缺乏債務清償的能力 究竟康泰虧損的情況有多嚴重呢 看公告我們就可以看到 康泰上半年的營業收入大約是1000萬人民幣 正利用是負差不多470萬 截至6月30日康泰的總資產 只有97萬左右 而正資產是負6800多萬 旅遊業監管局會按照旅遊業的條例 去處理康泰牌照和受影響的旅客 直至昨天中午為止 局方只獲到24宗市民的查詢 有一點大家要注意 如果經旅行社外郵的話 一定要確定自己是持有 印了旅遊業賠償基金印花的外郵費收據 如果是持牌旅行代理商 倒閉而損失外郵費的話 可以向旅遊業監管局申請特位賠償 賠償金額最高是損失外郵費的90% 康泰還未有為三名員工繳交涉及今年6月至9月 不同供款期的強積金供款 亦未為大約250名員工繳交7月及9月的供款 由於持供款而需要繳交的附加費 總數大約是200元左右 倒閉潮可能會陸續出現 業力人士估計可能會再多有10%的旅行社倒閉 如果政府還未能推行0加0政策的話 情況自然會更加不樂觀 即使推行其他檢疫措施都要做一些適當的調整 和審視才會有機會慢慢復上 來到香港如果你是旅客的話還要做很頻密的檢測 遊客當然會脫步 根據旅議會的網頁 截至到2022年10月26日 議會有1671間會員旅行社 今年初到現在已經有48間旅行社 代理商因為排照到期 而沒有申請續期或被撤銷排照 過去三年時間 旅遊業差不多是完全停頓了 是受到疫情最嚴重打擊的一個行業之一 業界不少的個體仍然在安排職員放無薪假 雖然業界有不少的成員都說願意繼續捱下去 但他們都真的希望能夠見到一個路線圖 這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要求 因為你就算肯捱 你都想知道我還要捱多久 政府真的集無旁態 要盡快訂立一個清晰復常的路線圖給大家知道 現在的數據已經是相當明顯地顯示到 0加3和現時放寬的社交距離措施 是幫不了旅遊業的 現在來香港的旅客仍然是相當少 現在只有一些單向式的旅遊 是不夠有旅客入境 這方面是相當缺乏 當然了 來到香港三天 不能夠入食肆吃東西 又不能夠去玩 例如去主題公園之類 諸如此類的限制 有誰會願意來 而且還未提及到頻密檢測的要求 這些都會令到遊客卻步 特別是在現在有得比較 其他的地區已經復常 大家的選擇多了 當然不會選擇香港 康泰清盤 是令人覺得很軟式的一件事 我成長在香港旅遊業起飛的年代 當然不少人是因為新興 都很喜歡參加旅行團去旅遊 我在我的球學期間 趁著大學放長假期的時候 我做過本地旅行社的兼職領隊 去得最多的是泰國、菲律賓、台灣和日本 領隊是可以忙到這邊下機 跟著也有機會回家 繼續拿著同一個行李箱 在另一邊再上機 大家雖然很忙 但做得很開心 因為這個行業始終是一個很開心的行業 你可能會問 我還在求學的當時 我對當地旅遊有多少知識 怎可以做領隊 我初初做的時候 很多地方我都未去過 對於當地旅遊的資訊 當然是全部不懂 不過就不是很重要 因為下機之後 當地是有一個本地的導遊會帶團 而我主要的責任就是服侍客人 例如幫他們填寫入境表格 到酒店的時候 幫他們分配房間 導遊是不會跟蹤我們24小時 晚上他會離開 除非有些地方他需要跟我們一起去過夜 如果客人在那些時候有投訴 我就要跟酒店幫他們去跟進 最難為情的一項工作 就是要為本地的導遊收取客人的貼士 當然這些貼士領隊都有分分 整體來說 我覺得我很珍惜這段經歷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鍛鍊自己和人相處的辦法 看到曾經盛極一時的康泰旅 從今天到這個景況 的確會令人難過 康泰在1966年已經成立 在香港超過了半個世紀 亦是香港最大規模的旅行社之一 傳聖時期 全港18區區區都會有分社 分社不僅是遍佈全港 澳門內地都有分社 康泰由黃明荃創辦 先後由兒子王士森 然後到孫王進達接手 傳承了三代 王士森父子在2011年 將康泰的51%控股權 賣了給海航相關公司 2019年2月賣了其餘的49%股權 王士森父子辭任董事 正式退出了康泰 之後海航因為財困要重組 康泰逆手內地旅遊服務營運商 海撒女業 康泰旅遊的紅字白紙白底印章標誌 寫著新心康泰這四個字 我想大家都覺得是深入問心的了 港英政府在1977年的時候 立例規定勞工界有七日有新的勞工假期 那時康泰盛住這個時勢 推出了很多不同款的東南亞旅行團 宣傳的口號直到今天大家都應該是相當記得的 口號就是 早機去晚機反玩中七日 這個完全配合香港人那種去到盡玩到盡的心態 我對康泰的感覺都是特別深的 1986年開始他們已經是贊助香港小姐外景拍攝 當時我還未在TVB工作 不過他們的贊助一直延續下去直至2015年為止 所以都有和他們一起工作過的機會 另外一項有關康泰旅行社大舊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事件 就是2010年8月23日發生在馬尼拉的人治事件 這令到很多香港人都相當痛心 康泰一個菲律賓的四日旅行團結束行程 在馬尼拉市中心被當地前警官 門多薩挾持了一架旅遊巴 全團連領隊21人 只有6人獲得釋放 門多薩和警方對峙近12小時後爆發了槍戰 門多薩被擊斃 領隊謝庭俊是殉職 7名團友是死亡 還有7名團友是受傷 這件事我相信大家都會很難忘記 希望政府真的能夠盡快加快伏上的步伐 香港的民生和經濟真的不能夠等太久了 好了 輕鬆一下 又是發在生黃創安先生說護法提示的時候 今天還是繼續說洗頭的提示 洗頭也要提示 聽過之後 你可能發覺原來自己用錯方法來洗頭也未受 例如你認為 將洗髮路直接倒在頭上好不好 洗的時候應該由哪個方向洗起 你擦乾頭髮的時候其中的大忌又是什麼 如果你心目中對頭髮還有其他言論 想說黃先生多說些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提議一些話題 假如你覺得自己有脫髮問題 或是頭髮稀薄、頭痕、頭皮敏感等問題 最好盡快處理 不要再等了 只要在以下說明 description欄目按一按相關連結 進入網頁填寫簡單的資料 方便我們聯絡你 除了可以獲得一支 旅行裝發罪生殺菌止氧洗髮路之外 還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看看自己的頭髮是否真的出了問題 最重要的 大家是會得到一次免費的療程服務 這個體驗是非常重要的 接受過這個服務之後 你便可以明白多一些療程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可不可以幫到你 大家大可以放心 使用這個免費服務 不等於你一定需要去購買這個服務 你亦都沒有責任 需要即時去作出一個購買的決定 還有的 智雲有禮也想為大家推介一部 叫做Boyz 2的舞台劇 這是一班年輕人以近期流行 Boyz Love為題材創作 當中有愛、有癢、有歡笑、有眼淚 從中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年輕人成長面對性別身份的疑惑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說明 Description的欄目 按一按相關連結 索取進一步的資料和買票 買票的時候 記住輸入推廣碼 Steven Channel 每一張成人票可以扣減15元 大家快點進入 Ticketflat.com Strokeboyz 2網頁 買票支持這班年輕人 希望到時候在劇場見到大家 我們現在一齊聽聽黃創安先生的 洗頭小提示 我是發財生黃創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頭髮的小提示 今天講到洗頭 洗頭很多人都由小至大都洗頭 洗頭有什麼正確方法 大家聽一聽 我們洗頭的時候要用溫水 不要太熱的水 因為太熱的水 令到毛囊都會收縮 第二來講 我們倒洗頭水 不要直接倒在頭皮 倒在手心裡 搓勻 然後由下面開始 拖到頭頂上 記住一件事 不要用指甲來勾 指甲勾的話 很容易會勾損頭皮 就會感染細菌 很容易 記住一件事 洗完頭後 最重要是沖乾淨水 不要遺留洗頭水在頭皮上 的質疑 不想ivel 食產品 缠華